集聚金融助力淮安 淮安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曾经是九省通渠南传北马交汇的交通枢纽 明朝时期设立淮关 征收一半以上的关税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今天,随着京户、京淮等五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 淮安机场及规划中的速淮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的兴建 淮安已成为江苏乃至长三角北翼迅速崛起的交通枢纽城市 再次迎来了因交通而新的发展契机 一,淮安市委市政府适时做出了打造水渡口金融集聚区的决策 为了打造区域最复活力、最大影响力 吸引金融精英集聚的金融集聚区 我们从产业选择、从业者需求和案例分析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一,金融产业及其相关衍生产业构成如下 我们通过分析长三角的成功金融集聚区的产业定位及辐射范围 结合淮安的发展特征 在金融产业链构成基础上筛选出适合水渡口金融集聚区的重点发展产业 并进而明确其布局需求 二,我们对金融集聚区从业人员进行了极具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常见的交往方式及地点 以及限制金融集聚区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等三个方面的问卷访谈 从中可以了解到 一,醒目的招牌标志 金融办公空间浓郁的市场气息 明快的工作生活节奏 频繁的商务会议 整体高品质的城市环境 构成了金融从业人员向我的工作环境 二,金融从业人员需要的交往空间 以重要性分别为公司内部、酒店会所、饭店、酒吧 三,影响金融集聚区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 依此是商务成本、政府规制、基础设施、城市的区域地位、区域的环境质量 三,通过对美国曼哈顿中心区、日本东京湾之内 以及伦敦、香港、礼拜等国际著名金融集聚区的分析研究 从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得出如下启示 一,摒弃纯办公的物业形态 融合多种城市功能打造24小时活力程 二,规划高效率的交通系统 设置足够的地上、地下停车空间 三,打造高品质的城市景观和视觉通廊 四,提倡生态低碳的智能化建筑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将城市未来新的地标布置在水渡口大道北侧 近邻波池山公园成为整个城市注目的焦点 提高金融集聚区的声望 在地标建筑周边 根据金融产业集聚的特性 规划中建筑面积仅68万平方米的高层金融办公建筑 形成浓郁的金融氛围 引领现代化金融服务行业的潮流 在基地东西两侧 结合周边规划 布局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的高档居住 为金融区提供居住配套 为市民提供了体验全新城市生活方式的完美载体 依托黄河古道绿化带及基地东侧绿化 规划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的 酒店 零售 娱乐 休闲 餐饮等功能 为商务生活配套 从而形成了金融商务工作组团 城市生活组团和城市休闲组团的有机复合 奠定了本区未来发展为24小时活力区的基础 规划通过联系波池山与黄河古道的交通廊道 步行通廊 生态绿廊 塑造高品质的城市空间 给予金融活动一个更广阔的户外舞台 形成最富活力的城市发展核心区 通过便捷的机动车道路 以及充足的地上停车位 及地下停车空间 宜人的步行空间 快捷的公共交通 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体验 促进金融集聚区的更快发展 此外 规划醒目的广告标牌 高品质的视觉通廊 将增强基地对于金融集聚的吸引力 我们所提供的宏伟愿景 不仅仅只是商务场所 现代化的塔楼和路面铺装的简单组合 而是继承历史文脉之后的持续生长力 位于城市主干道旁的地标建筑 借鉴了淮安历史上的点降台设计概念 区韩信典兵多多益善之意 寄予了金融集聚多多益善的美好愿景 同时建筑的中部 以立体主义审美的手法进行设计 体现淮安积极向上的人门精神 主体金融建筑群 形成整体向上的天际线 取节节高之意 代表了淮安金融集聚区 蓬勃向上的明天 在主要建筑立面 及商务配套建筑的设计中 也充分地融入了淮安文化 以运河为主要概念 创造出不同的建筑立面与造型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是 房屋建设及运营的碳排放量 约占人类社会总排放的70% 陈旧的基础设施设计 已经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金融集聚区提供高标准的城市建设表现 在智能建筑和智能化基础设施的概念下 采用诸如可持续的景观和雨水收集相结合 能量转换和能源共享等 简单且高效的策略 综合降低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能耗 从而大大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主要塔楼建筑中将应用如下可持续技术 风力发电 太阳能 屋顶绿化 热循环系统 遮光板系统 自发电系统 高能效木墙 高效节能设备 鸟类保护木墙 节水系统 自然采光 蓄热式电梯 废物循环利用 自行车就近储存 便捷连接城市公交系统等 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合金融集聚特点的布局 秉持了淮安本地历史文脉的设计 将为淮安金融集聚区的腾飞插上有力的翅膀